所谓人红是非多 娱乐圈里面的大咖 遇上疯狂的歌迷 或者是黑道 想要来分杯羹 通常是息事宁人的 毕竟有很多的艺人都抱着 怕热就别进厨房的心态 不希望传出负面的消息 影响到形象 可是往往隐忍 或者是用小钱来打发之后 有可能就会演成了 无法收拾的暴力局面 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很多 今天电影台时间 我们来谈演艺圈里面 不能说的秘密 现场邀请到的是 联合报影局记者 严甫明 甫明好 总播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讲到萧敬腾 他是歌王 刚刚拿到歌王的 金曲奖的宝座 所以他当然是不需要 靠着什么颇份 这种事情来炒作他自己 可是前一阵子 我们记得他刚刚传出了 一个新闻 因为有粉丝 半夜就送他 好像按门铃的狂按 然后送他给他 他受不了 在脸书上面发飙 因对他的采访了解 萧敬腾这个人 是不是他自己本身的个性 跟他的背景 比较特殊一点 是不是这样子 比较容易引来一些 疯狂的粉丝 或者是有引来一些 可能的暴力威胁 因为就我对老肖的了解 老肖 其实我们都 私底下习惯 逆生他老肖 其实他是一个 树人赵新年代的 最好的代表 就是说他是从一个 完全的树人 一直到之后 开始参加演艺活动 其实这个 他在前面参加 星光大道的那个时候 其实就累积了很多粉丝 可是其实 他们在参加那个活动 以前是没有经历过 任何的训练 没有对媒体 没有对粉丝 有经过任何的训练 或是有人告诉他们 应该要怎么做 大家也知道 萧敬腾其实不会演他以前 甚至说他自己是不良分子 他其实是有一些 比较喜欢爱玩 或者是有一些跟一些 交过一些不好朋友的一些 后续的一些相关的过去 其实这些过去 难免在他出道之后 就会影响了 他的一些想法 他的一些作为 以及跟粉丝接触的状况 尤其你们 大家一般人对他的感觉 就是他是神话一哥 所以其实他对于粉丝 不一定有那么多的 热情的展现 或是像有些艺人 他很会去拿捏 他跟粉丝之间的一些因素 所以其实又加上 他现在人红是非多 很容易就会吸引到一些 疯狂的粉丝 那只要在这个方面 没有处理很好的时候 就很容易会擦枪走火 这就是素人出身的一个 素仆的一个本质 遇到事情就是真的生气了 发怒了 我们看到今天 连神话一哥这样子的人 竟然都可以在镜头面前 几乎像是宣战一样 这样子的开口了 所以他真的是很生气 所以我们在镜头面前